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击这个单约格就行了啊 你单击的话是选中这个单约格啊 这俩含义呢 要分开 还有呢啊 我们选一行的可以单击表格的左边啊 这个选定栏啊 然后直接就可以选择一行了 所谓的选定栏就是我们表格左边空白的地方啊 我们以前的也也演示过啊 放在列头啊 就是列最上面那那行那个边框上 鼠标形式变为箭头的时候 单击可以选中啊 整个列 当然 呃 不管是行还是列 你直接用鼠标特选也可以啊 都是一样的 通过布局选项卡里面的工具啊 我们可以插入行 呃 插入列或者删除行删除列都可以啊 我们来一一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随堂练习 然后呢 呃 我们先把 看第二个啊 利用这些工具修改下面呃 上面的表格跟下面这个表格一样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表格先删掉啊 重新插入一下 我们选中他直接 弹出的这个删除表格 点击他也可以啊 直接可以点击这个布局 选择删除 选择删除表格也可以 或者呢 按这个推格键啊 选中他 选中这个十字光标 全选之后 按推格键都可以删除我们的表格 删除之后 我们点击插入表格 然后呢 三行四列 我们随选一下啊 那大家看 现在少了一行 我们需要给他增加一行 我们呃 选择这个布局 然后呢 这里呢 有上方插入行 下方插入行啊 我们随选择一个吧 在上方插入行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列 一列 两列 三列 四列啊 基本上够了 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数 用这个绘制表格啊 给他添加这条线 添加这条线 直接绘制出来了 那为什么绘制出来就是双线呢 这个是在设计里面啊 这个变化样式 我们默认的选择的是啊 目前是双线啊 我们先不用管他 好 我们再来看 这里呢 还有一道线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合并单元格啊 那选择这个列的时候 我们先ESA退出这个工具 绘制表格的工具 然后呢 选择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到列头 当鼠标变成箭头的时候 单击 直接全部选中 选择合并单元格啊 他就全部合并了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合并单元格 当然你可以利用橡皮擦 直接点击这条线啊 把它删除 也可以的啊 合并单元格跟这个橡皮擦有什么区别呢 啊 橡皮擦呢 只能删除单个线 那我们合并单元格呢 就像我们刚才直接选择这一列啊 直接啊 批量的去把这些线全部删除啊 相对来说 功能比较类似啊 只不过呢 他是针对比较单一一些 然后呢 这个合并单元格呢 针对的是批量啊 只要你选择范围内全给你合并了啊 这就是合并单元格啊 好 还有他的边关样式 我们要改一下啊 等下看这个边关样式的话 我们首先呃 全选吧啊 让他全部选中 然后呢 我们点击设计啊 这个边关样式都在这里设计的 呃 我们选择单线 先选择单线啊 让这个所有边框全部是单线 我们点击所有边框啊 让他全部是单线 然后呢 外边这个框是双线的 我们更改一下这个边框样式啊 这个红色的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周边的这个边框外侧框线啊 这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框选啊 这个范围同样的选择外外侧框线啊 这样呢 就跟下方的这个完全一样了 呃 这里呢 呃 强调一点啊 我们设计和布局啊 一般来说 只有你选择这个表格的时候啊 它才会有的 而且呢 设计主要管的是我们表格的这些样式啊 这些看这里的表格样式啊 底纹啦啊 这个边框的这些双线单线啦 还有这个边框 还有边框刷啊 是管它的样式的 而布局呢 是管它的排版啊 就是几行几列啦 还有它的行高啦 宽度啦等等 左对齐右对齐啦 对齐方式啦啊 是管这个的啊 这这两个工具呢 呃 它的针对性 重点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课系题以及笔记呢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管家课堂 在公众号里回复 Word 2016 即可免费获得我们的课系题及课程笔记 感谢大家的支持